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知名市场研究机构IDC近日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,受严峻经济环境和厂商提价影响,大幅调低AR和VR头显在2022年及以后的展望。 IDC预计,2022年全球AR和VR头显全球出货量为970万台,较2021年同比下降12.8%,而对比IDC先前预估2022年,两者合计出货为1107万台来说,下修幅度高达12.3%。 不过,IDC认为2023年将恢复增长态势,而出货量将同比增长31.5%,预计AR和VR头显在未来数年将持续增长30%以上,到2026年的出货量将达到3510万台。 以合计出货量中占比最高的VR头显来说,IDC表示,Meta受惠于中价位VR头戴装置Quest二代大热卖,即使Meta缺乏价格亲民的入门产品支援。 2022年,Meta在VR硬体市场占有率估计来到84.6%,比去年的78%又成长,遥遥领先所有竞争对手。 亚军为字节跳动旗下的Pico,市占率为7.4%。 至于2022年VR硬体全球出货量,第三至五名的市占率都差不多,市场份额都是在1%至2%左右。 HTC在全球VR设备市场的市占率为1.1%,排名第四,换算出货量为10.67万台,与2021年的排名相同。 IDC表示,Meta为了减少亏损,反映零组件成本,而在2022年中调高,已经上市一年多的Quest二代的售价。 加上索尼将在2023年2月推出高价的PSVR二代,苹果也会在2023年进入VR市场。 在具有市场号召力的VR硬体价钱纷纷走扬,经济又不景气下。 2023年消费者对VR的支出将更为谨慎。 不过IDC强调,在接下来几年中,VR在商用于B2B领域的成长将超过消费性领域。 HTC早在2018年2019年就将VR经营重点转网商用。 针对企业需求开发的一体机Focus也已经出到第三代,都让宏达电在VR消费性市场遭到经济前景不加冲击时,有机会在VR商用与B2B领域获得保护。 另据外媒报道,英特尔公司拆分了其绘图晶片部门,以加快从辉达和AMD手中夺取市场份额的努力。 该公司在12月下旬的一份声明中表示,负责加速运算系统和绘图部门的主管,将回到它之前担任英特尔架构长的职位。 其曾在苹果公司和AMD任职负责监督英特尔的长期技术项目,例如开发高级记忆体和集成不同类型的晶片,以实现更高效能的运算。 独立显示卡和加速运算是英特尔的关键增长引擎,该公司在声明中表示。 英特尔正在改进它们的结构,以加速和扩大它们的影响,并通过向客户发出统一的声音来推动上市战略。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正在实施一项雄心勃勃且耗资巨大的计划,旨在让这家晶片制造商重返5800亿美元行业的前沿。 它正试图重振英特尔在制造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,并挤进绘图晶片和外包制造等息市场。 加速运算系统和绘图业务部门独立运营,并努力将其首批产品按时推向市场。 它现在为消费PC和数据中心适用的加速器晶片提供产品,以加速它们的人工智慧软体工作。 尤其是挥达,在过去几年中,从头开始为该细分市场打造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业务。 然而,近年来随着先进半导体制程演进的持续放缓,关于摩尔定律已死的言论也是甚嚣尘上。 近日,AMD高级副总裁兼技术长表示,摩尔定律并未放缓或消失,并且再可预见的未来,CPU和GPU会越来越好。 不过,要保持这一切,其成本将会越来越高,迫使创新的解决方案开始流行,如Chiplet小晶片设计。 其指出,摩尔定律是观察半导体中电晶体密度,每两年增加一倍的准则,是由英特尔联合创办人Gordon Moore于1965年所提出。 不过,当初规划的电晶体密度翻倍节奏,在1975年被修正为每两年一次。 从那时起,它就一直存在,并且证明Gordon Moore具有非凡的先见之名,直到今天。 当前有人提出摩尔定律正在放缓,甚至是已经死亡的说法。 这位AMD高级副总裁对此表示,根据AMD的技术专家的说法,事实并非如此。 也就是摩尔定律仍在轨道上,但晶片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。 实际上,当前要看到下一个令人兴奋的新电晶体技术,依据时间推估大约需要6至8年才会正式亮相。 而且,因为需要不断改进电晶体技术,使得新技术将非常非常地昂贵。 其还强调,现在不同之处在于过去每两年让电晶体密度翻倍,是对于晶片尺寸与成本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。 但是,新的单位面积成本随着每个生产节点都有所增加,使得在相同尺寸下的晶片就会变得更加昂贵。 正因为AMD看到了这一点,几年前就开始将CPU设计转向ChipLite设计。 然后,在2022年再次将RDA3的GPU也转向ChipLite设计。 如果ChipLite设计是解决不断上涨的细成本的一部分,那么将老式CPU和GPU与专用加速器整合在一起,将变得是低成本,但又能使效能提升的重要关键。 另外,GPU加速、专用功能单元和自适应运算等,就像AMD从Silence获得的那样。 也就是未来将看到,关于如何将运算模组整合在一起的巨大创新,并且它真的会使得运算效能进一步提升。 换句话说,虽然电晶体密度按照摩尔定律不断上升,但晶片价格也会变得越来越昂贵。 这原因就颇使像AMD这样的公司使用ChipLite设计来提高产量,进而阻止成本持续上升。 它进一步指出,近年来摩尔定律即将消失的消息被广泛流传。 部分原因在于晶片生产技术的领导者英特尔,在生产技术方面面临了明显的瓶颈。 但是,英特尔并不是唯一的晶片制造商,虽然它确实落后了,但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仍在领先的地位上,绝对遵循摩尔定律的趋势。 而制造AMD的CPU和GPU的是台积电,其他还有挥达的最新GPU和苹果的M2处理器也是由台积电制造。 目前,台积电的5nm节点制程所生产的产品,包括AMD的CPU和GPU,都比英特尔更名为Intel 7的10nm节点领先大约一代。 另外,台积电也刚刚开始3nm制程的生产,而搭载台积电3nm制程晶片的终端装置,也预计将在2023年上半年于市场推出。 之后,台积电预计将在2025年投产2nm制程技术。 因此,目前看来,摩尔定律看起来仍足够健康,只是变得有点需要高层本来维护。 另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,市场传出台积电,获得特斯拉高级晶片大单,并且特斯拉成为美国新厂前三大客户,为低迷的半导体市场注入活水,台积电市值重返12兆元新台币大关。 特斯拉于2016年开始自产自动驾驶晶片,其第一代FSD晶片于2019年进入量产,采用三星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14nm工艺。 此前,人们普遍预计特斯拉将继续与三星合作,并在后者的7nm节点上制造其第二代FSD晶片。 此前,有传闻称,特斯拉已向台积电下了大笔订单,以制造其下一代完全自动驾驶FSD晶片。 这些晶片将在4nm5nm节点上制造,预计将用于特斯拉的Hardware 4,及HW4.0计算机。 消息称,除福斯、通用、丰田等客户外,近期业界更盛传,台积电踢走三星电子,拿下特斯拉高级晶片大单,且决定在2024年量产的美国4nm新厂投片。 特斯拉成为台积电美国新厂前三大客户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